美国国务院发布最新的全球人权报告 这是每年国务院会向国会提交的文件 内容针对198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判 总体报告内容认为 2021年世界许多地区的民主法治人权出现严重的衰退现象 而目前这样的倒退情形仍在持续 报告里大篇幅抨击中国人权 也提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径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要来谈谈 美国提出人权报告后的作为 以及中俄两国的反应 当然美国国务院2021年的全球人权报告 这是向国会提交的每年例行性工作 报告中针对全球人权情形进行评估 这势必会成为国会针对相关法案审理的判断依据 同时也会是美国政府对外事务的决策基准 换句话说在巧妙的时空环境下 正值国际地缘政治混沌不清之际 这份报告在这个时间点出炉 将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震惊意涵 尤其是对全球秩序可能的走向带来影响 美国2021年的人权报告细数中国人权黑记录 包括彭帅事件 香港政治肃清 新疆种族灭绝 前制藏人自由等 支持中国的人权持续衰退 认为中国政府是非法政治动机杀人 其实美国对于中国人权状况一直嗤之以鼻 拜登在去年上任之初就曾说过 习近平骨子里根本没有民主 国务卿布林肯更是直接将中国对待新疆的作为 定性为种族灭绝 抨击中国泯灭人性的行径 当然中国对于美国的指控相当不以为然 回避这是子虚乌有 甚至表示美国是在干涉内政 西方国家是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境外势力 此外去年传出习近平曾向拜登提及 专制政权的竞争力 中国试图彰显制度的优越性 更声明民主没有唯一的标准 中国是民主是全过程民主 这套模式符合自己的国情 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不会臣服在美国的意识形态 民主道德不是美国说的算 此外美国的人权报告中也提及 俄乌战争的影响 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的人权衰退的现象 无独有偶近期拜登首度称 普丁正在进行种族灭绝 无论是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的无差别攻击 或是普丁下令对乌东地区的军事屠杀 拜登判定普丁是要抹灭乌克兰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 国际社会也放大检视 乌克兰无辜平民遭俄罗斯杀害的罪行 战争究责的范围扩及至人权议题 俄罗斯的反应和中国同出一策 俄罗斯政府认为西方指称的屠杀平民是假讯息 不承认俄军有任何杀害乌克兰平民的行为 普丁更宣称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目标是极其清楚且从高 面对美国的责难以及国际社会的孤立 俄罗斯不会轻易的被降服 甚至对内持续压制任何反对的声音 可以说普丁最在意的并不是被贴上侵害人权的标签 而是要确保自己的政权地位不被挑战 事实上中俄两国根本是难兄难弟 面对欧美国家的踏法 无论是对外的冒进行为 或是对内的独裁压迫 习近平跟普丁仍是会我行我素 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应 尤其是不断扩大的制裁动作 就算嘴巴说不畏惧任何制裁 也回应会采取因应对策 但实际上却也忧心 经济封锁将会削弱国力 经济受损将对国内政治带来动荡 进而危及个人的政治权位 值得留意的是普丁纵然人在为自己发动战争 找理由下台阶 便称军事行动是救人也是助人 但他也表示俄罗斯并不打算被孤立 换言之普丁深知国际制裁持续过大 对国家及他个人来说将更为不利 同样逻辑也适用在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一直在观察俄乌形势的发展 不只是担心战争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他更在意的是 倘若被制裁的是中国 中共政权及他个人将会面临什么下场 以此来看 中俄两国并不会过度反映 美国人权报告的评价 而是会将焦点摆在 美国可能会以人权为由的下一步反制动作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